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马永盈认为 汉文帝儿时的境遇 让他与父亲刘邦感情生疏 不愿葬在父亲身边 此外 汉文帝上检 麒麟不起风土 若与父亲同葬在咸阳园 与父亲陵墓的高大风土形成对比 难免会有贬低父亲 保养自己的意味 这也是汉文帝的考量之一 相较于霸凌的上检 汉文帝母亲 伯太后的南陵 却出土不少带有 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器 马永盈表示 这见证了中华文明 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这批跟草原 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器呢 可能与他们母子在代国的 这个生活经历有关系 因为代国呢 当时在咱们现在的山西北部 北边呢 毗临的就是汹楼啊 所以说这个 他很容易击染这种草原风格 但是不管是因为 受到他们母子俩在代国的 生活经历的这个影响 还是后来传进来的 咱们自己做的这种文化风格 它都不影响 就是这种中原农耕文明 与草原文明的这种交流和融合啊 马永盈称 此次霸凌位置的明确 使西汉十一座地灵的 名畏问题得到解决 为西汉地灵制度形成 与发展演变的研究 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 就是从这个灵源的发展演变 反映的这个社会现实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汉文帝的霸凌呢 就是首次出现了这个双重灵源 地灵居中外藏坑围绕皇帝陵墓 这个设计布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些情况呢 实际上都是突出皇帝的这个中心地位啊 到了汉文帝陵之后 汉景帝阳陵 汉武帝茂陵 甚至一直到渡陵 这个汉宣帝的渡陵 汉昭帝的平陵呢 也都是这样的基本的灵源形制啊 所以说呢 从这个灵源形制来讲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西汉社会 这个从这个无言而至 到这个加强中原集权 独尊如术的这样一个 政治发展演变的这样一个轨迹啊 马永莹表示 今后工作重点就是要做好霸凌的保护工作 要更为仔细全面的收集 整理 做好现场出土文物的保护等